电影《那些年》捧红了男主角柯震东 也看好他对亚洲年轻人的吸引力 想向大手笔砸下八位数 一口气请他来担任台湾、大陆、香港 和韩国、新加坡五个地区的代言工作 帅气登台柯震东蓝色衬衫搭配白色长裤 真的是迷死不少女粉丝 一双电眼更是让他赚紧千万元的代言费 你不会每次砸眼之后都一直要去找那个位置 很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还是很保湿 可是我觉得对眼睛是一种伤害 从小就是近视一族 加上柯震东年轻的形象 更是成为厂商的最爱 因为全亚洲五大市场 包括两岸三地以及韩国跟新加坡 一新眼镜市场的使用人口就高达1300万人 而且第一次佩戴的使用者平均年龄才20岁 柯震东那么好的一个代言人 通过他的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 也可以协助这些初代者年轻族群 怎么样选择对自己最好的一个隐形眼镜 顶着金马奖新元光环 还有五国的粉丝 来到台湾力挺偶像 第一次代言就赚尽了八位数的酬劳 柯震东果然人气红不浪 昨天新闻红水面王群赫还报道